请问师父如果同修们过多的开玩笑 称小房子为小屋 是不是会有些不恭敬呢 绝对是 所以我们平常最好不要这么 不要乱讲 我们就说 千万别 那双念礼佛或祈佛吗 要的要的 如果他拿这些开玩笑 他功德损得很快的 你想想小房子里面都是佛教的经典 大悲咒心经不是经典 十小咒全部都是菩萨的经典 嗯 瞎搞神经病才做这种事情 瞎搞念礼佛或祈佛吗 要的要的一定要礼佛 一般多少遍呢 一般像他这种五遍 好 礼佛五遍是吗 对对 好 醎 знаешь ики 女人 走 感谢观看